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着我们一位资深的志工 在这个聊天的进行事中 在讲什么 讲着诸多的感慨 感慨什么 感慨他资深嘛 所以他看了很多人的 对超码的热衷 也有他看到有些人他离开超码 那也因为时间的洗礼 他也看到 近来人受益的样子 景象 和离开超码人 到现在的实际的情况 在他的眼中 历历在目 非常现实的看到 所以谈着谈着谈着 就在结论着 谁 怎么跑走了 怎么离开超码 那谁又怎么了 谁又怎么了 结果 后来突然恍然大梦出行的 发现 每一个离开的 共通点 都是 自以为聪明 后来就走了 然后走了也就算了 但是离开了以后 真的就是 好的话当然很好 但不好的居多 大部分都不好 要不然就是 正在挣扎着 他觉得正在努力 创造着 可能他心中的幸福 但是还没创造出来 很多都长这样 但是反过来看 真的平平淡淡才是真的 在超码的系统里面 不鞠躬的 不压苗助长 这么 不爱线的 都是属于平平淡淡才是真的 这一刻都藏到田果 不运用小聪明的 这一刻都好 都让自己 今生因为遇到超码获益 有时候还真的是这样 你不用这个所谓的 这个大数据来 做一个结论 你还有时候看不清 所以然 你这种大数据一看 发现好像真的长这样 那你到底要相信大数据呢 还是要相信自己的小聪明 是不是 所以这也就是前车之鉴 你也许很难抓到大数据 那我现在把大数据结果告诉你 那你 听话照做 没有运用小聪明的 那也许你就是获胜者 你运用小聪明 这一刻在笑导师的说 哈哈哈哈 你就讲那个 那个是你的 小数据啦 大数据没有像那样说了 那又是 也许吧 谁来证明 时间来证明 幸福与否 是不是 所以因为我们发现 现在真的 随时都在过秒关 幸福与否 随时跟你自己息息相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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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